哈囉我是阿莉絲 今天呢是要來跟大家一起開箱 我在11月中後 反正11月左右一路到12月 整個月收到還有我自己買的一些衣服 以及公關品們 沒錯就是這麼的多到 我可以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之後應該還是會有一支 就是彩妝保養的公關品分享 因為我這個12月我是真的完全沒有心情 也沒有力氣去跟大家分享 我對品牌很抱歉 可是也很感謝品牌的體諒 那也很謝謝你們呢就是願意等我 今天呢就是要來跟我一起好好開箱這些衣服啦 那如果想看到更多即時新品美妝開箱 直播旅遊穿搭以及更多生活動態內容的話 記得去追蹤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這段時間呢除了就是我說嘛 有收到品牌寄來的衣服之外呢 也有我自己買的東西 就是一些預購啊或者是前陣子買 然後剛好就是整個12月就收到一堆包裹 然後再加上又是一些節日 所以東西就特別的多 對就很感謝品牌們以及你們的疼愛 好那現在呢我就先來開箱 是我在這個Miyuki Select買的 這件當初我是看到Opera穿 然後我就覺得說這件太好看了吧 然後他說那個質料超級軟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下單 那我下單的時候已經是預購了 所以我等很久 真的等很久 但他來的時候呢 喔這個等待是值得的 這一件超舒服 當初他有超多顏色 我也一次猶豫超級久 那這一件呢他是做這樣子 毛毛的質料 然後彈性非常好 整件是free size的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這一件我買的等很久終於到貨 因為我原本想說 欸看看是不是現在你知道嗎 預購都到了 那是不是應該有一些現貨可以下單 NO 全部都sold out 所以大家想買也買不到了 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等了很久的衣服很值得 所以如果未來Miyuki Select 有再出類似這樣子的款式的話 大家是可以考慮的 而且這件完全就深得我心啊 他就是做一個V0 然後這邊彈性又很好 所以如果你喜歡 就是那種愛穿不穿露一邊肩膀或平口的人 的話這件非常的適合 然後呢這一個呢 是我在Mirror Q買的衣服 我跟我妹一起買啦 然後我們各買兩件 因為那時候他這兩件好像有折扣吧 那這就是很一般的打底衣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種打底衣真的太實穿 然後又是這種小高領 他大概是到脖子中間 他沒有到超高的那一種 所以穿起來很舒服 然後他的這個高領是有做這樣比較有厚度的 我自己個人是真的很喜歡高領的衣服 因為很保暖 我就是一個很怕冷的人 脖子擋起來喔 我跟你講真的就是暖非常的多 然後我選擇的是一個比較深色 跟一個淺色的這兩個顏色 都是很好搭的顏色啦 那他官網上面還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顏色 大家可以再上去看一下 那這種打底衣沒有什麼好特別介紹的 就基本上就是看大家挑選自己喜歡的質料啊 或者是顏色就好了 那我這兩件都是選M號 穿起來就是剛好舒服 彈性也非常的好 好 再來就是我 就是身上的這一件 是來自Riz的 Riz這次也是寄給我滿多衣服 然後也當然是我自己挑的啦 我都覺得很不錯很喜歡 這一件呢是藍色格紋 然後是做Free Size 他們家比較可惜的點是 很多都是Free Size的衣服 所以對於稍微色情再更坡勻的女生 會沒有那麼的友善 那這一件呢 我覺得他的顏色跟白天都很可愛 唯一有個缺點就是因為他是Free Size 所以對我來說還是稍微偏短 但這一件顏色真的是霹靂無敌超級可愛的 這件呢質料也很舒服很親膚 裡面沒有任何的打底衣 他也不會砸皮膚 那再來下一件呢是這一個 黑白條紋的高領毛衣 這件毛衣呢超暖的耶 而且他的質料是那種比較厚的針織粗毛衣 他穿起來是輕膚柔軟的那一種 就算你直接單穿這一件也不會不舒服 那這件的特色就是他的側邊是做這樣子開口的 這個開擦夠大 所以其實你要把他前面砸進去也是可以啦 然後呢他有個特色就是他的袖子超長 那如果你想要遮手的話可以 或者是我會這樣子把它反折 讓他就是比較短一點 然後同時這個黑白條紋也可以做一個你知道嗎 呼應到這裡 這件毛衣也穿起來非常舒服 我超級多瑞士他們家的毛衣 會從比如說去年前年一路留下來的毛衣 我都覺得質感非常的好 那因為像一些針織毛衣 我其實不會天天洗 就是穿了之後呢我會把它曬起來 讓它去通風 然後不要有味道這樣子就好 因為有時候這種質料的東西呢 我怕洗衣機你知道嗎 這樣拉扯啊久了之後會壞 那有一些毛衣類型的東西呢 我覺得一定都是會起毛球的 這東西我覺得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你經過摩擦一定會起毛球 如果你真的受不了的話 就是找一個除毛球機吧 我覺得這個是最快的方式 那我還在他們家選了一件 就是今年就是沒錯 每到冬天呢就是這一種 羊羔毛的QQ外套 或者是這樣的上衣就會又再流行回來 然後這個呢我是選了一個比較深棕色的 那這件就比較像泰迪熊 又更像泰迪熊了 那它是做有帽子的款式 那裡面呢是做這樣子 幾皮嗎 類似棉料幾皮感的這個內裡 所以這樣穿起來是很好看 然後有口袋的 這件我覺得它的版型是比較那種 寬寬大大的感覺 裡面就算穿厚毛衣 我覺得也不會卡卡 它的修飾力是還好 如果你喜歡那種 蓬蓬的感覺的話這件可以 那如果你是肩比較寬 可是又想要有這樣子的修飾力的話 這件我覺得比較沒有辦法達到那樣子的效果 再來還有一件這個風衣外套 這件外套呢它比較一個特色就是 多了一個這樣子綿的帽子 那它這個是不能拆的喔 它是本來就縫在上面的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這種風衣啊 因為以台灣沒有那麼冷的程度啊 大概現在其實也是可以穿 你裡面只要穿像我這樣子的針織 比較厚一點的話 搭這個風衣外套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它這件又會比較休閒感一點 因為它有這樣子的灰色棉料的帽子做拼接 所以整體視覺感覺看起來啊 風格啊會比較在休閒感一些些 肩膀這邊啊還有袖子這邊有做這樣子 很帥氣很像那種騎士外套會有的這一種縮口 所以這件風衣我覺得穿起來呢 是有那種休閒感 可是還是有風衣的那一種帥氣度 然後這件呢是算是一個就是橄欖色吧 可可色我覺得這顏色也是超級百搭 接下來呢我想先介紹一下我童頂戴的帽子 因為我怕等一下壓它了 換其他帽子不好看 這個呢是在我之前穿搭影片有分享過的 就是在蝦皮的那個木瓜選品吧 還是那一間蝦皮買的 我沒錯我跟大家拍完影片那個時候 我又立刻再下了一單 這個呢就是我那時候買的 這一頂帽子呢它是做這樣子 比較軟的布料 但是它是有雙層的喔 是比較厚的這一種 它是雙層的 可是不會覺得厚重 那這一頂我很喜歡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鬆鬆的 我就是想要找一頂 就是這個布料它是可以自然的垂墜下來 不要太挺 那這一頂呢就有達到這樣的效果 所以你看這樣遮起來 它是自然垂墜在這裡 我就很喜歡這樣子的感覺 如果你是想要比較慵懶的風格的話 戴這一頂毛帽我覺得也會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後頭圍這邊呢也會有非常多的空間 很舒服 然後下一頂呢我又選了一個這樣 黑色的 它是有一些你看什麼 那個 織紋的那個黑色的毛帽 我想說今年還是選一頂這樣黑色毛帽好了 因為黑色真的就是大家知道嗎 百搭 然後這頂呢它也是比較鬆的那一種 所以戴上去呢我覺得頭很舒適 然後也夠保暖 那這一頂它也沒有到超級高 它就是適中這樣子 不會讓你覺得頭頂這邊好像多很多東西 然後再來呢我還買了 就是今年非常流行的就是 棋盤格 然後我選的是咖啡色的 因為我覺得今年這一種棋盤格毛帽是不是必備啊 天啊好寒喔 是我的錯覺嗎 就是戴這種毛帽就是會變得 有一種韓系的感覺 很韓耶很好看 我今年真的熱愛這種毛帽啊頭戴啊髮飾這種東西 然後我這個又再買了一個這個髮帶不同的顏色 這個呢是我上一次買的比較有杏色的顏色 這次我選了一個卡其 對 我突然覺得我為什麼要買這麼近的顏色呢 我是不是應該要挑一下 大家想要找毛帽的話 是真的可以考慮他們家啦 我就是覺得他們家的毛帽是真的很便宜 而且質感很不錯 接下來呢我們來開箱一下那個 Mini Matters寄給我的衣服 真的非常感謝MAC的支持 那因為他們家的衣服其實也真的是非常熱賣 很多一些熱門品 像啊 如果你沒有當下買的話會真的就買不到了 所以其實今天分享的所有單品我都不知道說現在官網還買不買到 所以我都會把所有的衣服尺寸顏色連結放在資訊欄 所以有興趣一定要點開來看一下 第一件這一件吊帶裙 我覺得比較可惜 這件我穿不好看 因為就是屁股這邊的那個容許度不夠 所以呢這件我就沒有示範了 但就跟大家講說這件就算是L號 我的屁股的寬度呢也還是不夠 它就會變成腰那邊有點卡住 就沒有辦法順順的就是呈現出這件裙子本來要用的A字感 所以這一件呢就很可惜 那下一件呢就是對於肉肉女生非常friendly的洋裝 這件洋裝我是當初看到MAC就是穿 我就說這件超好看 他就說你穿起來一定也很好看 果然這件穿起來我超級喜歡的 可以日系感又可以很優雅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呢他就是做這樣子比較蛋糕裙 一結一結的裙擺設計 然後呢腰部這邊呢算是有一點點微彈性 但是基本上我穿起來腰部這邊是完全沒有卡住的 他就是很鬆很舒服 然後上面呢是做這樣子襯衫式的上半身 就我最喜歡的那種襯衫式洋裝 因為襯衫式洋裝上半身可以看起來很俐落 就可以很修飾我整個人的身形 那這件我挑選的尺寸是L號 然後是選這樣綠色的橄欖色 再來還有一件襯衫 我真的很喜歡Mini Matters他們家的襯衫 因為他們都會在很多地方有他們的小巧思 這一件呢我的尺寸是M號 穿起來非常適中剛好 然後質料是我很喜歡那種有挺度的襯衫 然後你看後面還有縫這個 然後袖子這邊呢也有這樣子 超級可愛的這一件的小細節 那這個顏色我也忘記是哪個顏色了 但是我覺得很襯膚 對你們看很襯膚 那我覺得M號穿起來的尺寸非常的剛好舒服 那這種呢就是你要搭褲子搭半裙搭短褲 其實都非常的好看 襯衫就是百搭 那再來Mini Matters還有一件這個 毛衣 真姿毛衣算是 對 真姿吧 對 這個呢型的 拉臉胸口這邊拉臉 在今年非常的流行 你應該會看到非常多網拍都在出 這樣子款式的上衣 那這一件我挑選的尺寸是M號 我覺得比較小可惜是 我應該會比較喜歡L號的長度吧 因為我覺得它穿起來對我來說 有一點微要長不長要不暖不暖的感覺 但這一件的顏色 這種藍 然後再加上它的質料我覺得很讚 它單穿一件就蠻保暖的 然後呢它的質料也很輕膚 所以就是你不用擔心說會砸皮膚的問題 那這件我是真的很喜歡它的型 然後比較日系感也可以很帥氣 那接下來呢 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W2E的衣服 那W2E呢 在12月的時候我沒有辦法去參與直播 所以呢 就很感謝就是Tiffany 她有寄衣服給我 然後我自己也有在買啦 這一次呢 他們的西裝套裝真的是深得我心 愛死了愛瘋了怎麼可以這樣子 我最喜歡的應該是就是這個藍色吧 我的褲子都是穿XL的尺寸 上衣都是穿M號的外套 所以呢這樣搭起來呢真的是我的一個完美 像是定制版的一樣的那樣子的尺寸你知道嗎 那它的褲子呢就是穿起來是有帶一點女人味的西裝褲 不是那一種一般直直的那一種 那XL我穿起來腰部呢是有點微鬆 可是砸衣服的話就會非常完美舒服 大腿屁股完全不緊整個看起來就是很順 再來褲管的地方呢有做一個小開插 所以你不管是要搭一般的白鞋或者是靴子都會非常的好看 這件褲子我很推薦大家可以單買 因為不會像一般的西裝褲比較直筒 它是有點微喇叭感的效果啦 因為在膝蓋那邊稍微比較縮一點點 所以這件我真的很喜歡 然後整套搭起來真的就是 喔沒有抵抗力我一定要收整套 那這一件呢深色的灰...灰藍...灰黑? 這件的灰色呢它沒有到黑色那麼沉 可是呢它這個顏色呢其實要正式也是可以的 那褲子呢這種深色褲子就是百搭 所以我才決定說要再下單這一件褲子 一樣的尺寸啦只是顏色不一樣 所以我這次就收了這兩套 真的是太喜歡了這兩套 其實W2E寄給我蠻多衣服的 但是有一些已經賣完了 像是這次很熱賣的洋裝 我就沒有特別的想要跟大家講 因為真的也買不到 那接下來這幾件呢是我覺得 令我很驚豔超級喜歡 覺得一定要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這一件呢就是 夏紐傑的襯衫 這件好像也買不到 這件當初也是搶到一個不行 我穿的尺寸是L號 我真的覺得Tiffany真的對我的身材 你知道嗎很了解 然後還有我的喜好 因為像有些衣服我喜歡穿寬鬆 有些我喜歡穿剛好 真的是一個要看衣服款式版型 但你知道嗎 陳老闆真的很了解我 好那這一件呢 我真的覺得很驚豔 他穿起來有夠好看 因為可能是L號的關係 我腰這邊不會縮得太緊 然後又在剛好接就是我腰最細的地方 所以一接高腰褲完美 這高度真的神之完美 穿起來是激利落又好看 那這件的質料也真的很舒服 是雪紡的這一種 有挺度 可是又有那種垂垂的那種感覺 好好看 那我搭配的褲子呢 就是這一個雙排扣的牛仔褲 這件牛仔褲呢 真的是容得我12月最愛的褲子 沒錯 他收到之後呢 我就是一路基本上可以天天穿喔 那我穿的尺寸是XL 對XL跟L我都可以穿 可是XL它是比較有鬆度 對於我的腰、臀、腿都更舒適 那L號呢是比較合身 加上又是雙排扣 所以它這裡呢是會比較合的 整個呢身形呢 在下半身來說是非常俐落好看的 然後長度是做九分褲 所以你要搭靴子或者是白鞋都很剛好 那這一件為什麼會容得我12月最愛呢 因為XL的尺寸穿起來真的是太舒服了 可以讓我長時間做著處理事情 然後要跪的時候也很方便不會卡 然後呢就是活動上面真的是太舒服了 這一件有的話大家真的要買起來 除了它整件看起來很帥氣之外 穿起來真的是對於肉肉大屁股女生 粗大腿女生真的是太友善太喜歡了 再來呢還有這一件皮裙 這件皮裙我好喜歡 因為我沒有這一種型的長皮裙 我只有之前他們的那種短的皮裙 它這件皮裙很驚豔我 因為我以為這樣子的單品我沒有辦法 但其實我可以耶 我穿的尺寸是L號的 它的彈性的容許度比我想像中的好 我那時候看直播的時候就在想 你們這些人給我穿到M號S號是什麼意思 是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那時候就問他們說 我穿L號其實就可以了 沒錯整個是腰臀都非常的舒服 但是你看我穿起來一定還是會有一些皺褶是 沒辦法的畢竟我就是會把它稍微撐開一點 但是我穿起來的感受度是舒服的舒適的 完全沒有那種很緊的感覺 很喜歡這一件的顏色以及它的版型 然後我自己私心想要特別講一下這一件外套 因為這件它有羊毛成分 所以其實你裡面只要搭一件就是打底衣 這種打底衣就很足夠了 就夠保暖了 那加上這一件呢它的長度不是做那一種超長版的外套 它是做這樣比較類似CY 有遮到一點屁股的長度 實穿度非常的高 我這段時間就是會常常坐車啊 或者是去哪裡啊需要比較靈活 有時候太長的衣服呢 我上車的時候就要會勾到或怎麼樣的 雖然好看 可是呢這一件的長度呢 在我整個就是12月啊 都對我來說真的是太好穿 行動太方便 然後又保暖的一件大衣 那也有口袋 然後這邊也有做縮腰 我自己會把這個啦 就是它這邊 它是做這個金屬的那個腰帶的設計嘛 我會把它塞到這個口袋裡面 不要讓它在外面甩來甩去 我就把它塞到口袋裡面 那我挑選的尺寸呢是L號 因為我自己喜歡就是穿起來的那個感覺 是比較大的 因為如果我裡面想要再塞紅毛衣的話 L號會比較適合 那它的顏色我記得好像還有另外一個吧 但我自己很喜歡這個灰藍色 私心推薦這一件 雖然這一件不是12月的品 再來最後呢要跟大家分享 It's you寄給我的運動單品們 這是他們全新推出新的運動內衣 是這一種非常集中暴如款的 然後後面這裡是可以做像內衣這樣 可以拆開的 所以穿脫上面非常的方便 那大家呢也可以依照自己的胸圍去做一個調整 那這一件呢就是既穩定 可是卻有那種集中暴如的效果 我還沒有實際穿他們去運動過 所以我只能跟大家分享說我穿了他們的感覺 對因為我就是運動到目前我拍影片的今天都還是暫停的 再來的話呢還有另外一件背心式的上衣 It's you他們家背心式的上衣也是我很喜歡的單品 因為穿一件就好了 像我自己是比較肉的 我運動內衣只有在拍照的時候 我才會把外衣脫掉然後拍運動內衣 可是這種背心式的話呢 真的就可以直接單穿一件就好了 然後後面有做一個挖空的背部 就是剛好就流汗的地方都會很涼 那這件褲子呢很讚 它 喔我以為這個褲子這邊直撩厚了 沒有想到它是這一種很舒服薄然後很透氣的 然後這件我的尺寸呢沒記錯的話是L號 穿起來呢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你有戶外運動啊爬山的話 這一件會非常的適合 如果你不想要一直在穿leggin 換換這樣子比較縮口型的運動褲 好啦那今天的穿搭開箱差不多就到這邊 今天比較沒有很多跟大家講搭配 大家可以從影片裡面看到互相的搭配啦 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說每一件單品啊 我穿起來的感覺啊以及適不適合等等的 那就希望大家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那如果想看到更多即時新品美妝開箱 直播旅遊穿搭以及更多生活動態內容的話 記得去追蹤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這支影片按個讚 有任何問題的話 印底下留言告訴我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還有全部通知 才不會錯過任何一支影片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